各位市府官员 还有议员 我们先来操练一下 这个操练比较限三分钟 我们喊反对黑箱 反对黑箱 市府阿爸 市府阿爸 今天如果没有2月26号 2月27号的 去抗议的话 就没有今天的说明会 而且请在座的官员 拿出你的良心 你们老板 七年多都做不好 七年多都不好 对不起我们福德地区 闲置那边12年 你们今天怎么有 颜面坐在那边讲 替你们的又要1500户 今天我在去公所 就对着那个部长讲 你们拿出你的良心 你们七年都做不好 为什么你回去问你们市长 为什么急着这个久的月 要推1500户公民住宅 我们不是反国民住宅 你们来住看看 我们是非常善良的 主席请注意我这边讲话 好不好 议员还是我们选出来的 对我们没有选到他不会上 你们要请听民意 为什么他是黑箱 1020101年7月 市府公布了七处的公民住来的地方 广市广市没有再列 1020年底 他拉回去把它切割 你的市政府就自华在玩华 把它切成三块 不用还评了 不用还评了 两个月公展说明会 就变成1500户 1500户 他在103年1月10号 也讲得不清不楚 那个区公所的人员 杜花局的人员 都领我们老百姓的钱 在那边讲话 也讲得不清不楚 所以问题要带回去 到现在也没有 你们相信市政府吗 现在最大危机 你回去告诉好市长 人家对市政府没有信心 再来好市长在保清段说居民反对 他就不干 请问你们有回去 问你们的好市长 他的讲的话算不算话 他还有没有资格在选总统 为什么赶着这个九个月 要退出这个地方 保清段好市长就去说明了 那为什么福德地区 在信义地区的后面 他不出来说明 连局长都没来 杜花局的局长都没来 你们今天也没办法做成决策 对 而且我们希望你 你 你们为什么是值旧张的 都市计划委员会 八个七个办都 把市政府打枪 报纸已经刊得出来了 本来就不需要再修正 张经乐副市长 还有延连说 组成专案小组 你回去问你们副市长 他当教授的时候 是不是居住正义 来我们把居住正义挤出来 支持居住正义 支持居住正义 反对黑箱 反对黑箱 副市长的话 那个教授 要支持 要地面路开发 你们两百亿就变成四百 市政府 只能自己放火 不准老百姓点灯 为什么 周遭你们都不能变 只有市政府能变 再讲到一个 市政府的心态 在五十年前 他征收人家的土地 我们八十七岁 我去见副市长 我们去抗议以后 副市长就叫我去市政府 我不被他摸头 我们的乞讨就跟你讲 你征收老百姓的土地 老百姓一个寒吉 地瓜 还没有踩回收 市政府就冲工了 市政府对不起我们福德地区 他把我们当作三等公民 大家说 是不是啊 是 我们要告诉市政府 请好市长来这边说明 为什么好市长可以到处爬爬 不得地区的后门他不来呢 那个主席等一下 我是在地里 好你等一下 我在地里面一点都不尊重 要说明也不说明 我知道 你们三个我们之间 已经十几分钟了 明正几个回去 三分钟到了 我知道 你等一下 大家互相尊重 那在最后一分钟 拜托 我刚刚没有开始 在时间 因为 一分钟 对不起 好 我现在的诉求 如果市政府要瞒着干 我们就看真道理 让你好市长 还选不选总统 你就把福德地区 有没有用心再规划 我们都市计划 开过以后 那个科长打电话给我 礼拜打给我 我们这礼拜会来要沟通 你们的心态就是代表 我们就是一户了事 对不对 所以你们另外 你们来看看 我们在这个布置的中间 你们在让学生 弄一个灵堂 办告别式 市政府一直在地出差错 另外你们国长说 介绍大龙头 大龙头只有几十户 我们这边1500户 他把别人不要的 硬塞在我们这边 所以我请你们试着武 真正重视这个 好是人的话 算不算话 请到那 到那福德地区来说明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谢谢福德地区